这部20多年前的黑色幽默喜剧电影 据说当年制作是仅仅花费了2600万美元 一惊热应一跃成为票房黑马 众所周知在西方文化里 40岁居然还是处子直身 说出来简直一笑大方 今天电影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位 稳稳把真操留到40岁的保守男 年轻时由于各种原因 没能发射出人间大炮的老处男 能够如愿以偿收获真爱吗 欢迎来到嘎聊电影频道 加一波关注 带你走进老处男的爱情世界 这个生活的井井有条的男人名叫安迪 连邻居老夫妻都知道他需要什么 日复一日的循规蹈矩 让他看起来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正经 安迪是电器商城的销售 善良普通 懂得尊重女性 即使这样一位粉红暴如金发妹 站在眼前也坐怀不乱 山羊 安迪的同事 套和安迪吐槽变态性游戏 打发无聊的工作时间 背头 安迪的同事 喜欢新鲜 讨厌重复 却不得不每天听着电视里 放着同样的CD 以至于他面如春风的向上司历劫吐槽 即将爆炸的小宇宙 黑强和老嫂 安迪的同事 为争客户整日急吵额斗 两个人互相辱骂对方是黑鬼 但只要和平瓜分利益 二人立马碰奸言和 几个人相约 晚上店里关门一起打扑克 安迪的性格虽然内向深沉 人缘却是一等一美的说 夜幕降临 五个人坐在一桌 几把牌下来 老嫂输得连裤头也没剩下 只好信心离去 山羊说起前几天聊上的一个妞兴致勃勃 黑强随声附和 背头也说起了最近的啪啪事 只有安迪听着同事们的传闻 仰装熟悉过程 实则直直吾吾 听着他的描述 黑强觉得有为常理 几个人再三逼问安迪细节 这才知道真相 安迪还是一个处男 几个人拍桌惊叫 这怎么能够 兄弟们垂胸顿足 拍安叫绝 绝对不允许哥们你活在真操的苦难里 安迪自知秘密暴露 一夜未眠 还安慰直说 他们肯定不会在意这个小问题 怎料第二天到了单位 几个人差点锣鼓喧天鞭炮起名 就差到白宫报备 安迪是触男的消息了 安迪生气的走出店门 好心的背头追着劝为安迪 却被出来抽烟的帽哥 以为他们是一对好基友 冷静下来的安迪 对背头说了自己年轻时的经历 由于天时地利人和 样样不战 导致活到今天的安迪 仍旧与真操为伴 第一个女友刚哑妹 因太过用力 让安迪的老弟吃尽苦头 第二任女友 由于大小咪不对称 让安迪本来脱掉的裤子 又穿了回去 第三任女友 则是一个甜脚屁 这些混沌的经历 至今仍然是安迪的噩梦 于是山羊 背头和黑强 开始想起办法 终结安迪的出难之身 他们带安迪来到酒吧 黑强告诉安迪 要随时留意身边醉酒的妹子 及时发挥本能 就像老虎捕捉羚羊一样 迅猛且准确无误 木讷的安迪 走到一个醉妹子的跟前 可惜这妹子已经不省人事 为帮助安迪打开局面 搁几个和几个戴假发的 怪咖女混在一起 安迪放松神经 居然真的搭上帽子女 二人越聊越起劲 安迪决定跟她回家 客车开到半路 帽子女一个没忍住 玩饭带宵夜 随着酒精混合物 全吐到安迪身上 转天到了单位 听到昨晚的经历 每个人都觉得 安迪实在是被 真操之神下了诅咒 店里来了女顾客翠姐 同事们心照不宣地 留给安迪接待 安迪诚恳地推荐 为翠姐留下好印象 翠姐自爆家门 在对接的一杯商店工作 并给安迪留下电话号码 夜晚 四个人照例去喝上一杯 几个人和解 要改变安迪的局面 在行动上 要更为大胆放肆 于是集体哈草 当街撒尿 他们还把安迪锁在橱窗里 强迫她观看 电视上放的不堪入幕的小电影 行为改造完毕 接下来几个人 带着安迪去了美容院 打算进行身体改造 首先就是除毛 可伙伴们 见过这种央视的毛毯吗 服务员小姐姐看后皱着眉头 直接取笑了 接下来所有的客户预约 随着胶布 四四拉拉被扯下 安迪罕见地 吐出四十年来的脏话 一片片粉嫩的肉肉露出真容 可疼痛却让安迪感到不见天日 最终没有坚持到最后 山羊叫安迪如何变得有趣 如何做到开口交谈 就能让女人着迷 安迪有样学样 和山羊来到图书馆 她试着搭讪销售小辈 轻而易举地把对方逗笑 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开 山羊暗暗称赞 第一步做得非常好 摆下种子 后面就可以约她见面 这天晚上 安迪终于鼓起勇气 给翠姐打电话 可由于嘴巴太笨 忘了自保家门 让翠姐以为是推销员 结果被大骂一通 背头拿了一箱子教学片 来送给安迪 称这都是哥当年学习过的知识 希望你也能在这片知识的海洋里 发挥想象自由徜养 可安迪从内心是拒绝的 他认为一段健康的两性关系 或者说是纯美的爱情 必须经过了解 再到亲密接触 为让安迪神经百战 获出经验 几个人安排他参加相亲大会 对于这种带有目的性的交往 安迪更加难以适应 结果可想而知 黑墙邀请安迪参加party 为此还得罪了帽格和老手 可来到黑墙家中 安迪才发现 这party就是为他一个人准备的 黑墙和背头花钱 为安迪找了一个人 腰中的蒙娜丽莎 这种违背人伦的游戏 令安迪发指 安迪终于再次鼓起勇气 来到对街找到翠姐 他直言希望有机会 请翠姐吃饭 翠姐大方地同意了 山羊和背头来安迪家打游戏 听到安迪要约会翠姐 山羊提议 应该把你屋子里 这些童年的回忆 好歹清扫清扫 不然人家还以为 你是没成年的小蓝孩 安迪果然照做 只是空空如也的客厅 让翠姐以为 她是刚刚搬来 二人来到一家日式餐厅 香料甚欢 吃得也不错 夜晚来到翠姐家 二人正要进一步深入交流 却被翠姐的女儿小麦 带着男友强行闯入 二人的好事也戛然而止 这天 上司丽姐悄悄走到安迪身边 暗示她有一个一键双雕的好事 让你竟能尝到人间真滋味 又能升官加薪 这妥妥的潜规则 让安迪这个老诗人 一脸迷惑 即使丽姐亮出夜影般的歌喉 仍然没有能打动安迪 山羊和黑墙询问安迪和翠姐的约会如何 安迪如实相告 我连小气球怎么带都没准明白 其中一个中途爆炸还弄上了我的球 最泄气的是 翠姐的女儿半途回家了 二人的第二次约会 鉴于第一次的失败 彼此有些尴尬 翠姐开诚不公告诉安迪 自己已经是做祖母的人了 安迪少有意外 但对于爱情 她还是充满期待 翠姐也提出 知道关系不在于肉体的身根 灵魂的互通才是真谛 这话说到了安迪的心坎里 于是二人约定 见面二十次以后 再进行更深入的交流 安迪终于凭借自己辛勤劳作 换来楼层经理的位置 和翠姐的交往日益稳定 看似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二人的交往日渐紧密 如交似漆 安迪和翠姐的女儿们 相处得更是如亲生妇女一般 翠姐提议 如果安迪想做些事 可以卖掉那些珍藏的玩具做本钱 这位安迪打开了另一扇致富的大门 做了楼层经理的安迪从不偏思 尊老爱幼 她把自己和黑墙克流量大的班次 调换给了老手 还帮翠姐解决女儿荷尔蒙激增的青春期苦闷 心里复到会上 被问起谁还没有过啪啪啪的经验 翠姐的女儿举起手 却被在座各位无情的嘲笑 安迪见状也举起手 小麦以为安迪只是为了支持自己 却没想到 安迪也确实符合老师的命题 回家路上 小麦似乎对两性的世界不再好奇 同时对妈妈的这位男友更加肯定 夜晚 安迪和翠姐整理着要出手的玩具 没想到二十次约会这么快就过去了 翠姐暗示安迪 两人可以解锁新管卡了 可安迪似乎变得紧张不安 她以怕压坏玩具为由拒绝了翠姐 两人第一次爆发争吵 不欢而散 来到酒吧跟兄弟们会合 安迪没精打采 称需要紧急来上一炮 以未接受伤的心灵 山羊黑枪一等人看穿安迪受了刺激 这使小辈从跳舞的人群中走来 安迪醉意正浓 不由分说跟小辈回到家 另一边 翠姐的女儿小麦告诉母亲 安迪是个不错的男人 可以托付终身 翠姐这时冷静下来 也觉得为了一点肉体满足 实在不必大动干戈 于是汽车赶往安迪家中 准备和好 奔放的小辈在安迪面前大胆狂放 他扭动着肢体脏话连篇 安迪就这样被抽出皮带脱掉裤子 久违的感觉并没有让安迪立即兴奋 看着小辈一个人跳进浴缸自我满足 安迪长叙一口气 这完全不是自己想要的 转过头 却见兄弟三个已经守在门口 劝其迷途知返 而山羊则捏手捏脚地走进浴室 安迪骑着自行车赶回家中 翠姐早已等候多时 发现安迪有一大箱两性教学资料 以为安迪是个变态色情狂 安迪一步步靠近翠姐 这个时候说出I love you 吓得翠姐夺门而逃 两个轮子追着四个轮子 安迪抄着近路 只为能够换得翠姐的原料 不幸的也是幸运的 安迪撞上了一辆货车 摊到在地的安迪告诉翠姐 自己还是个童男子 听到正话的翠姐 心一下子融化了 二人当街拥吻 故事的结局非常美好 童男子和做了外祖母的女友 终成正果 积攒了四十年的辛辣小蝌蚪 充满力量的游啊游 安迪和翠姐终于解锁了 幸福生活的新关卡 这部电影情节紧凑 利益清奇 把男人对爱情的忠贞 塑造的略为神话和理想话 说问小伙伴们 你们身边如果出现四十岁的老童男 你会相信他是因为没有找到真爱吗 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 下期见吧 么么哒